李小鹿出轨事情从1月3号开始发现,几句至今热度不减,直到蒋奶亮1月6号发展了默认了出轨,并恳求个人随意空间给他爱的一切人一丝喘气的时机。 李庆云都疼爱这个无辜的好孩子,专心致指,换来有意不觉要保护自己,没有冲面和发声,个人的信贩石头也准备削弱。 但是至今我却发现了李小鹿,在简幕中做了一件事,表现出了本人的挑衅,那就是去关了皮皮外并刷了和皮皮外有关的一切类别,这是否就是像通知过人,我挑选的是可以回家的包盘呢? 实在是从前小鹿的家庭曝光在雪珠眼神的时分,这个家庭是无数人羡慕的对象,有老公,好老婆,好女儿,夫妇婆婆,孕妇为母也都是开通的人。 这该当就是传说中的标品甚至高配了吧,但家庭曝光仍是喜好一样的,家花不如野花相遇,但这么毫无所需的才华,损失了太多的人。 贾乃亮当然让人疼爱,实在就让人疼爱的仍是贼气。